供應飲料的餐車前排滿了人 這可算是大馬人的國民飲料 回饋佛陀故鄉 彭亨州幾個市政的慈濟人 聯合舉辦了一場意賣會 也有人遠從新山來處理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低潮 就也是佛陀給了這個盐 給了這個信水 所以讓我能夠站起來這樣子的 這個佛陀是來自印度 所以今天的話呢 也欣賞也是要回饋的 2500多年來 佛法弘揚到世界各地 但佛陀的出生地和他行經的地區 居民的生活依舊貧苦 因此此際推展尼泊爾和印度的慈善專案 希望輔助當地平民 哪裡的佛家 這個就是尼泊爾 印度啊 趁這個機會 我們可以伴助他們 出我們一分的力量 希望他們的教育 我們可以改變他們的貧窮 也能改變 墓崖的行動在霹雳州以保 此際志工獲得地方政府批准 走訪店家 市集墓眾人的一份善念 我想全世界都有救災 有天災人和 他們會去那裡出現的 然後就幫助那裡的人 這樣我們可以間接的幫到你 去幫助那些人 這是我們的生意 上個星期就開始想要參與了 只是說身體不適 所以沒有機會參與 那今天 贏員殊勝就把握機會來參與 這個街頭募款 希望說能夠接引大眾 一起來做善事這樣子 雖然現在的行情不是很好 募的款項不是很多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募他們的一個心 喚醒他們那一顆愛心 每個銅板或是鈔票 都是民眾付出的一點心意 也是遠離災難的正能量 大愛新聞 馬來西亞綜合報導 在這裏 馬來西亞綜合